北京时间10月21日晚上,2018年中超联赛第26轮,苏宁主场0比0战平上岗。 比赛结束后,苏宁主帅奥拉罗游接受采访时表示,他们本可以祭拜上岗,并表示球队缺少中锋导致进攻力不足。 苏宁主帅奥拉罗游点评比赛时说,这是非常艰难的比赛,对手实力很强,我对比赛结果不是特别满意,我们有很多好的机会可以拿下比赛。 我们展示了球队的个性和热静,不管特谢拉还是埃德尔都不是纯正的中锋,他们都想弥补球队缺少中锋的问题,但我们还是缺少中锋去解决问题,不过我们展示了自己具有与强队对抗的能力。 谈到队内的问题,奥拉罗游说,现在最大的问题,就是我们的队员不够兴奋,他们还可以做得更好,我们本来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,尤其是去年面临保级的形势。 今年我们已经从保级区跳出来,目前为止队员还是不够自信,目前我们这个球队有很多队员都有很大的潜力。 经过冬讯之后,我们会调整一些队员,希望来年我们可以为冠军去拼搏,这也是我的梦想,我不希望球队缺少超强的实力。 对于埃德尔和特谢拉之间的默契,奥拉罗游说,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配合很好,埃德尔接些期之后来到我们球队,他们的配合非常好,也很努力,只是没有进球而已。 今天埃德尔也有几次机会。